哈喽今天是2023年8月24日星期四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我是FX68财经集团金融分析师陈魏 美国股市呢周四沉压回落 市场关注焦点呢 重归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明天的重要讲话 那加上末日期权平仓引发的一波股市卖盘 投资者呢回到了谨慎等待重大考验的模式之中 那各股方面啊 今天想和大家来具体看一看 昨天盘后公布的英伟达的财报 那昨天盘后的财报呢 也是直接帮助英伟达的股价迅速起飞 不过呢今天开盘之后 出现了高开低走的局面 但还是呢将股价的历史高位呢 刷新到了502.66美元 市场上的狂热情绪也是不断升温 那我们今天就专门通过一期视频 来好好看一看英伟达的这份财报 到底呢是实实在在带来了利好呢 还是只是停留在了情绪层面的影响 那以及呢之后需要注意的地方 表面数据来看毫无疑问 这又是一份漂亮的财报 收入和盈利都击败了预期 其中呢收入增速是最大的亮点 第二季度中英伟达的收入达到了135亿美元 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还多 远超112亿美元的华尔街预期 并且呢刷新了 他们的记录新高 那光是第二季度的收入呢 就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收入的一半 这里面主要就是人工智能热潮的功劳 如果呢加上英伟达对第三季度的收入预期 大约能达到160亿美元 那不仅呢将再创新高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的话 也就意味着光是第二和第三季度 两个季度的收入 就能够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收入 那整个2023年就有望实现年度收入的翻倍增长 表明这家公司的成长性确实是非常的强 那具体的细节方面 最关注的就是包含了人工智能芯片的数据中心部门收入 是达到了103亿美元 同比增长171% 环比呢也有141%的收入增长 那在最新的一个季度中 现在数据中心的业务收入呢 已经占到了英伟达总收入的大约76%了 这和上个季度的60%呢 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这些都反映出人工智能芯片 实打实的在不断发力 毕竟呢人工智能对于很多公司的意义可能会有不同 但只要大家都在布局 就绕不开买芯片 这就赋予了英伟达卖铲子的角色 也是当前英伟达成长性的主要推动力 不过我觉得这份财报更厉害的地方在于啊 英伟达的全线业务并没有此消彼长 而是共同发力 数据中心之后最受关注的就是游戏显卡业务 第二季度保持复苏的势头 游戏业务的收入达到了24.9亿美元 环比增长11% 同比增长22% 而第一季度呢 还只能将同比的降幅放缓至38% 那考虑到第二季度中 比特币价格呢 实际上没怎么涨 因此呢 游戏业务的收入恢复同比增长 可以看出个人电脑业务的触底复苏势头呢 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有助于呢 继续改善半导体板块的投资信心 接下去如果相对落后的智能手机市场呢 能够逐步跟上个人电脑表现的话 那下半年 半导体板块依然是很值得期待的 另外就是专业的可视化业务收入 是达到了3.79亿美元 环比增长28% 虽然说同比减少了24% 但是呢 相比第一季度的同比减少53%而言 已经是大幅缩减了 最后呢 只有汽车业务相比第一季度呢 有所逊色 第二季度的收入是达到了2.53亿美元 环比减少了15% 同比增长了15% 不及第一季度同比114%的增长 和环比1%的增长 然而呢 这只能说是无伤大雅了 因此呢 细看整个收入组成 再结合净利润接近62亿美元 同比和环比分别翻了三倍和八倍之多 那远超市场的预期 也就难怪 这样的一份财报 引起了华尔街几乎一致的追捧 另外呢 也是因为太赚钱了 这次的财报会议上呢 他们还宣布了增加25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这也能够帮助呢 进一步的提振投资情绪 因此呢 虽然今天盘中遇到了锁定获利和期权交易引发的高位卖盘的冲击 但短线的影响消散之后 英伟达的股价势头依然很难改变 不过呢 对于英伟达的投资者而言 接下去的操作 依然需要好好地评估两方面的风险 一个是估值层面 好的地方是 根据最新的财报收入表现呢 和对于未来前景的预估 目前的合理股价呢 已经从之前的267美元大幅上调到了380美元附近 但即便这样可以看到 当前的市场价格依然是估值过贵的 结合市盈增长率 PEG呢 也达到了2.54 在大型科技股中呢 算是比较高的 因此呢 虽然技术面上依然有上行的空间 但上方494.38美元的阻力呢 应该依然会发挥作用 这会在短期内限制他们想要在500美元上方 进一步走高的空间 另一个方面的风险呢 也像一颗定时炸弹 那就是拜登政府对于芯片出口的范围 是否会扩大到 英伟达目前主要针对中国市场的 A800和H800芯片 因为近来几个月 中国客户为了应对潜在的断供风险 已经在大规模的囤货了 这会给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带来呢 短线利好 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 扭曲了当前市场的实际需求 这样的囤货 一个是能不能持续 另一个呢 是会不会提前消化了之后的需求 这是需要小心的地方 另外就是产能问题了 英伟达呢 已经大量的消耗掉像台积电 这些代工厂的高端芯片产能 那即便需求能够不断的走高 但产能还是会有个限度的 不可能短时间内就迅速的提高 那可乐到现在英伟达的库存 也就40多亿美元的水平 一旦迅速的消耗完 后续产能如果跟不上需求的话 这就会令人工智能芯片 给英伟达业绩带来的强势提振呢出现持续性的问题 那一旦成长性恢复到相对理性的水平 而不是当前这种成倍的增长 人们呢就会重新仔细的考虑估值的问题 还有就是如果拜登政府呢突然宣布扩大出口限制 对于英伟达来说也会造成短线的股价冲击 毕竟呢根据花旗的数据 中国历来占到了英伟达数据中心芯片销售额的20%至25%左右 这对于股价而言呢可能就会带来5%至10%的回调空间 因此呢这个时候如果在考虑要不要追涨的朋友 最好呢也要观察一下这一波期权交易的影响消散后 英伟达的股价往上能不能真正占住494.38美元 如果不能的话就要往下看看能不能回到100日均线 也就是目前的合理股价附近呢再做打算 那明天呢在经济数据方面 我们可以关注的就是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这能够结合本周一系列的零售板块的重要个股的财报呢 来看一看未来美国的一个消费前景 这对帮助判断美国的经济风险和美联储的利率前景呢 都会带来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外呢也可以留意一下美国的石油赚紧数 同时呢明天的重头戏就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即将在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上发表的讲话 那具体讲话时间呢就是东部时间的上午10点05 也是西部时间的上午7点05 那也就意味着将会在盘中的发表讲话 这就有可能会放大明天市场的一个波动行情 所以呢投资者可以密切的跟进一下 那这里也可以预告一下 在我们的FX68网站上和手机APP上面呢都会同步直播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我们的官网 也可以呢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进行观看 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频道会员 进行更有深度的会员专赏内容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收看FX68的节目 更多资讯呢请在苹果商店或者Google Play商店 下载FX68财经APP 同时呢也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